Lets Unbox 我是杜芳 又來到一個月一次的 爆箱玩具情報 來到六月份 已經熱到秋筋了 怎麼算呢?七八月 不敢想像 嚴嚴下日之下 在家裡涼著冷氣 有什麼好玩呢? 先看看 六月一號 六月三號 其實這些呢 上個禮拜已經推出了 不過跟大家再看看 這個是Giz的最中方的強化武器 Deluxe Giz Buster QB-9 這次武器是二段變形的 可以變成一把匕首 一把刀仔 另外也可以變成一支槍 麥林 基本的東西 有些 Boost Charge Boost Technical Victory 槍和劍都有一些必殺技 有些 燈的 紫色 綠色的燈 這東西 上星期我都在找到 上星期剛剛推出的時候 都 到處都賣光 搶到不得了 就是這個Giz的最終變身的Buckle Deluxe Booster Mark Lite Raze Buckle 是呀 挺有趣的 接著 變成這個Mark 3 一扭的病仔 就會打開硬 變成這個九尾湖 一連一次 最終form 一定會買 不過就看看 買不買到 因為就算現在有 都幾貴 看看可不可以合理價錢買到 好 之後就5號 10號 這麼多這些 洗頭水 還是什麼 女仔 好 接著再落 再落 上巡 12號 好 這個Gombaji Motion Ultora 6 第六彈 就是一些 有動作的Gombaji系列 看看 有這個 Legros Leo 士多拉 Cosmos Ultimate Shining Zero 接著還有 Libuto Tarotaros Tarotaros 還有Justice 這些都比較小商品 這一套都是 以這個 Galaxy Fighters 第三季 那些角色為主 都幾吸引 這套的選角都 好了 17號 Deluxe Taragiolite 這個 王陽戰隊的第六人 機械人 大蜘蛛 你看到 它那個蜘蛛尾的屁股 已經有個王冠 對這個大合體用 你看到 好 蜘蛛樣子就是這樣的 八隻腳都是超可動的 獨立自己一個已經變到機閒了 厲害 頂上還有一個大套 叫做 Dedegarriain Weapon Set 剛才那個就是淨蜘蛛 這個就有一個蜂 蜘蛛 還有一隻蜘蛛 我經常以為這隻是蜘蛛 應該是蜘蛛 買一個大套 就三體合體 有一個二刀流武裝 電鋸再加雙刀 挺有型 十九號 Gombaji Motion CAMAND RIDER 3 剛才就 Ultra Man 現在到CAMAND RIDER Flyze 20周年紀念 Kaiser Delta Decador De Endor 你還了錢沒有 還有這個 G.O 嘩 他也挺開心 這一套裏面 領齊到Flyze 3個主角 加這個Decador 兩大主角 再加上這個 不是很關事的G.O 塞了下去 26號 嘩 有這個掌動Double Cross CAMAND RIDER 4 又是 蒙面超人新一號 大哥 沒記錯 應該第三次出 新一號 基本上他每一次掌動 就是Reboot 都會出一次一號 哈哈 Black Rx 一號那些 每一次Reboot都有份 那麼第三次 Version 3 接著有這個 KUGA Dragon Form Laijingu Dragon 都是改色 之後 Oz Lato Lata 嘩 有這個 Baru Gang Suting Wolf 還有這個 Joker 還有這個 WOW SKALU 好 亦都有擴張Park Set 青龍棍 長短 這個雷電版的青龍棍 咦 SKALU 有個水晶骷髏頭 加頂爛邊武 另外 不破武器 還有Oz的武器 哇 連SKALU之槍都在擴張Set裡面 接著有30號 這個月份 其實主要都是Giddu的Final Form 還有就是 黃洋戰隊Jerami 即第六人那部機械人 比較重點少少 其餘的東西都不算太多 好了 去完一般發售那邊 亦都是去到雲Web 看看雲限有什麼東西會出 好了 Metal Build的真3-1 其實這隻東西 它收訂的時候 我考慮了一段時間 但其實有點心動動的 因為這個真吉他Lobot世界最後之日 其實是一套很棒很棒 非常之經典的OVA動畫 但是出了很多玩具 始終跟戲裡面的印象有些少出入 但是這隻Metal Bill 雖然它有少少魔改了 但是它真的很有戲裡面的感覺 那種很誇張很重型的感覺 嘩是有些魅力的 因為看一些訪問 它說這隻是找回當年的設計師 還有動畫監督也有份去監修設計這隻東西 所以嘩是有些魅力 嘩是Stula Sunshine 當然是Getabimu 嘩殺死人嗎 它背部有2號機的樣子 挺活該的 然後手臂也是可以大幅度推前 因為可以被翹手 因為虎頭也有三款 嘩 但是考慮的原因是真的太貴 3萬3千日圓 差不多都成2千日圓 好啦 之後呢到這個SX Figure 真骨雕制法 這個Gokai Littor 也是這個戰隊首次真骨化 由這個機界戰隊開始 其實這幾年戰隊都有出SXF 即是機界戰隊 暴太郎 以及接下來的黃漾戰隊 紅戰士也有出SXF Gokai Littor 其實十幾年前都出過SXF 這次用真骨雕的方法就重現了 當然整個身體就正好多了 當年SXF那隻都是 Until鬼命 那個身形超級奇怪 現在用真骨雕的方法當然就正好多了 接著呢 槍和劍都可以凸起入鎖匙位 給你插一些Ranger Key 可以出必殺技 肥啦 Wave 好 之後呢 就這個SXF的Trigger 2 這個Trigger 跟Trigger Dark的一個合體 其實都是一些 改色東西 哈哈 如果你很喜歡Trigger 應該有一定的吸引力 因為說起來是真真正正Trigger的最終形態 因為他跟Trigger Dark合體 其實也有些尖尖的樣子 也有這個死光效果 最重要是他跟Deen女人 也可以重現這個很經典 死去懷抱的情境 雖然之後就在Dagger裡面復活了 但是也是一個很經典的場面 好 之後呢 哇 氣肉 大件事 最初呢 揭一下揭一下 覺得沒什麼 去到這個 發送預定 才知道大件事 首先呢 有這個SXF的TMF Lotion 西村貴教 其實呢 在直播裡面 都內不時都有兄弟問 你買不買啊 好正啊 西村貴教 還要來自他很經典的Hot Limit的造型 這套衣服呢 被人笑足這麼多十年 因為真的很肉酸 嘩 你看看 是的 他的MV就是說他穿著這套穿洞的衣服 還是用膠布的纏綠身呢 不知道 他站在海中心呢 就是有這樣的星星地台 被強風吹著 一個很經典的造型 嘩 多帥 這個呢 都是屬於他近期的樣子 雖然這套衣服是很久之前 十幾二十年前 但是他這個呢 是scan他近期 就是超級大隻 因為西村貴教 都經常做健身 鍛鍊身體 他現在是非常之大隻的 還有一個很陶醉 很陶醉唱歌的樣子 嘩 是有點正正的 好了 之後 嘩 這個真骨丁 無面超雲BOSS 嘩 這些這麼囂張的姿勢 是不是伊達先生來的 這個是 哈哈 因為很老實 伊達先生的型 後藤很多 後藤是很普通的 很正經 很正義的人 但是伊達先生的型仔很多 這個呢 手型都很豐富 之後也可以換眼 眼睛亮了 嘩 這個呢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因為是老餅的東西 但是阿刀來說 這隻是今個月裡面我最想要的 真骨丁的Rider盲 喂 大哥 有這個V3 怎麼可以沒有Rider盲呢 怪金剛 那這隻機械手呢 其實就是這個結成仗義 和那些 暴下呢 就是這個DASLON基地裡面 就秘密開發的一件 新的武器 一個變幻自在的左手 機械手 那麼首先可以變成一個黏刀 然後就變成一個勾 然後就變成一個勾 這個勾手 最經常用的 那麼就只有這個 流星鎚 欸 Power Arm Power Arm 都是很常常用的 但是你留意一下Power Arm 它連手那個東西都變了 就是之前是成個花生 哈哈 成個花生這樣 那麼這個Power Arm 手就變了 好像洛克人 嘩 電鎚手也有 喂 這個電鎚手是有個很可愛的典故 不過我留到一陣子 開這隻東西再跟大家再說 這個電鎚的故事是很好笑的 喂 不要被拒絕了 還有這個SHF的 Command Lighter Buffer Zombie Form Zombie 即是Buffer Buffer這個造型 我自己初頭看的造型照 就覺得很有型 極有霸氣 即是有一點點黃蛇的感覺 但是奈何 道長呢 即是早期表現就一般 但是大家近期有看到這個Gizu都知道 那個角色越寫越好 很有型 到後期 那麼現在道長呢 就拿了最強的力量 可以打到所有拉打的力量 那麼長期都用這個Zombie Fever 即是上下都是這個Zombie 當然是金色角 現在有披肩 那現在看看 它只是上身 是Zombie 清清的 這個我覺得更有型 另外呢 Gizu都試過有一集用過Zombie 大家可以換上去Gizu身上 對了 如果有買到之前那個 Entry Form 也可以把Buffer變回 Entry形態 好 接著呢 SHF的Mabilas 來自這個 Syn Ultraman裡面的 冥菲拉星人 網上呢 想統治地球 那麼 不過呢 他的頭腦和實力 都是真的超班的 那麼 一度呢 和這個Syn Ultraman 打到 五波 那麼 我最尾看到左飛出現 就搖了底 立刻撤離地球 無條件撤離 那麼 他呢 也都是好像這個 Rutraman這樣 是可以用到 這個Beta的力量 可以巨大化 或者將人巨大化 Rutraman搶回Beta的盒子 哇 很棒啊 兩個起飛腿對決 那個場面 好了 之後還有 SHF的De Lafazer Dekka裡面 差不多是第二主角 那麼 氣氛非常之多 那麼 在電影裡面 的表現是不錯的 都挺厲害的 不過 好老實呢 這部東西 SHF 弄得很一般 都是很膠 你看那些粉藍色呢 超膠的感覺 跟之前DX那一隻 就是有聲有性那一隻 其實分別又不是太大 之後呢 Dekka把劍 就會在這隻裡面 如果你想要把寶劍的話呢 你要硬吃這隻De Lafazer 好了 嘩 這隻腥風血雨的 Amazing Spider-Man 因為呢 之前其實呢 就有了Andrew Garfield的頭 但是後期就不知道 什麼的原因之下 突然間就取消了頭雕 這樣吧 這個呢 就是沒有樣子的 就是 套著面具 沒有頭雕的 不過 鬧時鬧 雖然沒有頭雕 但是本身的東西都做得挺漂亮的 看到身上的紋 都很漂亮 再加上 我之前開完 SHF版 杜比仔之珠合 我發現 質素都很高 就是它的衣服 質素 全部是很仔細很漂亮的 至於頭雕的話 除了官方之外 其實都很多方法可以找到頭雕 這個就不是太大問題 不過最大問題就是 它沒有頭雕 但是價錢都好像 不是說便宜太多 這個才是最大問題 好了 哇 這個月原來 雲 web那邊 都幾多東西 有一大堆 HTRAP 超多東西要結帳 各位 這個月 6月份 阿刀拍片的 schedule 都幾多東西 幾豐富 好了 照舊 希望這條影片 可以幫到大家 因一下這個月份 的錢 如何分配 好 今集暫時說到這麼多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分享給朋友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集再見 拜拜